明明老師 請針對兩位作獎評 孟宗 現在真的很有衛冕者的風範 我覺得你小技巧越來越多 越來越純熟 你唱歌很穩 我講一個 你剛剛唱這首歌 我最喜歡的 就是 走路 走路在飯裡才知道的嗷 你那個嗷那種 那個快速的那個抖音 我很喜歡那個抖音 我覺得那是你 很特別的一個技巧 人笑空 走路在飯裡才知道的 裡面其實你整個段落的分配 已經很明確 唱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聽 然後只有一個地方是 在主歌的第二段 飯咖那個是跳度數的 我覺得你每次碰到這種 音域要跳度數的上去的時候 你都會一點點不準 因為那個功名位置要換 你換的時候 你就會抓不到那個位置 我覺得這是你可能要 要努力的這個功課 好 我覺得進步很多 然後韋婷 我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歌 越練到熟的時候 你越不會擔心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 每次都會 這樣 我覺得會很可惜 其實你的音色這麼好聽 我們還是鼓勵你 要加油 謝謝老師 請一切老師請 孟宗 我覺得今天你這首歌 感覺上好像是 你滿刻意的 稍微再自然一點會更好 那麼還有就是 其實這首歌 它帶一點難管 難管就是有一點轉音 就是 歌曲音樂 富貴家 第二遍 你第一遍可以這樣唱 第二遍 歌曲音樂 富貴家 這個 轉音要轉快一點 那可以加強 第二段的 第二段 你一定要這樣唱 因為你第一段這樣唱太平 因為這首歌 這首歌跟抗球音類似 有點難管音 難管音你要轉一點音 你太平這樣唱 這首歌沒有感覺 就沒有表情了嘛 你要懂我意思嗎 懂 好 那麼韋庭 韋庭剛剛唱那個 《金金花絕情》 其實今天你進步很多 就是我剛剛講的副歌 副歌好幾句 你就是黏了一點 自己再多聽 多去學 稍微切就要切 不要黏 黏在一起這首歌 整個不好聽 加油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郭忠 今天這個歌 老師跟您討論兩個地方 好 第一個是你的高音 之前我說過 你的嗓子是比較溫柔的嗓子 對不對 對,不是那種粗嗓子 所以你今天在那種 靠鼻哀 尤其那個力度 要往外放的時候 你的嗓子會有點撐不住 那怎麼辦呢 不能用喉音嘛 因為他用喉音 你就會鼓掌嘛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練共鳴 對 高音的共鳴還要再去練 你把高音的共鳴 練得更好 他頭腔的共鳴 他自然會很亮 你不用使勁而去唱 他自然會有共鳴出來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再練 夢中其實很聰明 這一段時間進步非常多 把這個練好 你會所向無敵 好 第二個 我覺得今天是這個歌 老師個人覺得比較 要跟你討論的 夢中,你今天在看這個歌詞 你覺得你是什麼角色 應該要以第三者的角色 去唱 是第三人稱嘛 對 那很好啊 但是你今天唱起來 我聽起來 怎麼聽都是第一人稱 為什麼 你放了太多表情進去 很像在唱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一直在聽這個歌 就覺得不對 哪裡不對 後來發覺 你太用自己的表情 你其實是一個看戲的人 但是你描述很多 戲台上面的情況的時候 你太投入了 你變成第一人稱 所以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表情上面 是不太準確的 所以我認為說 你這樣子做 其實情緒表情 做得刻意了一點 你要不要再練習一下 好 就是第三人稱的感覺 你一定要把它發展出來 好不好 好,孟宗 你這樣唱法 老師覺得比較自然 而且多了一份誠懇 比你剛剛 每一句這麼賣力的去演繹 我覺得更好 好 然後 瑋婷老師說過了 你的表情 我一直都很喜歡 尤其你的中低音 但是你還有很多細節 一定要再去練 你的細節如果不夠做得好 處理得不夠好 你很難再跳一擊 好不好 然後今天兩位 其實我覺得 在我來看 有一點勢均力低 尤其是孟宗 孟宗今天選的歌 我覺得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你 好,我覺得你再體會一下這個事 好嗎 加油 瑋婷老師 今天挑戰者是89.7 我們看衛冕者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好,我們看林夢中可以得到幾分 80 林夢中今晚,能否 continued過關呢 5 7 5 6 7 8、7、8、8、9、90 1、2、3、4、5、6、7 90.7分 老師平均分數18.1分 是 表現都不錯了 謝謝洪瑋平 稍微休息一下 恭喜夢中 你這樣過關的速度很快 應該是... 是五關耶 對啊 現在衝刺最後五關 對 必須要加強哪些訓練呢 之前老師會覺得我氣不足 所以中氣不足 所以我就去 自己跑幾公里嗎 我都是以 圈 圈數 不是以圈數 就以分鐘 50分鐘 但是都一定要用跑的 不能用走的 不能停 是 就是一直跑50分鐘 50分鐘 過來再走10分鐘 對 手操 對 你自己之後有沒有加 發現自己心肺功能要加強 就是 還... 有一點 但是還要再繼續練習 就是還要繼續練習 是 以我的經驗 如果你長期這樣下來 你心肺一定會變好 就加強心肺功能 心承代謝會比較好 對 你9要90心臟就變強 唱歌就會有力度 對 對不對 對 好 恭喜你一起登上 衛冥者寶座 恭喜冥哥 衛冥十五關成功 目前累積的獎金 到達60萬元 驚喜鼓勵